一开口就忍不住哽咽 宜兰慈济志工游世家 因为家中的木材厂遭遇火灾 当地志工轮班陪伴 用了二十多天整理幸存的木料 患难中见真情 因为是慈济人也因为是慈济士 所以理所当然没有分彼此 就因为这样我们爱物习物 用爱接力 到7月31日子 共出动了450多人次 来做清理打包 包装还有运送 恭迎上人 爱的力量能够让人走出阴霾 随着尽头来到草木服输的三星环保站 这里的志工挂保证 做环保不只爱地球 更可以守护身心的健康 地球感恩 善丐 保佑 这树心汤 我也都有滴滴 做环保头脑最好 一定没退化 这因为是我人生的一个需要 所以我已经没放弃 对的事情就要坚持 从法庆关怀到请做环保 点点滴滴都是善的累积 你们现在已经装了 欢喜因 将来还是同样 在欢喜国 尤其是做福 福业 将来也是福报 看到我们的欢保长 大家很用心做情好 老菩萨 大家要做得很欢喜 要很快乐 这人生也很孤单 甘愿做欢喜寿 志工们的单纯信念 为人生创造更大的价值 大爱新闻 黄文旗邓明仪 花联报导 在台湾的穆斯林人口 超过了30万人 花联慈基医学中心